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坦白说就是因为蛮多大饭店都有提供buffet的嘛 但是我以为这是个常态就是一般是可以经营下去的 价钱吧对那菜色也当然是一块 但如果多样菜色的话会比较吸引我们吃这样 外传新华饭店是台北首家五星级饭店退出buffet市场 B1自住餐厅容客数180人 新华饭店表示不抵获利降低改变经营形态 只保留早餐时段收掉五晚餐 在特殊节庆或包场不定期开放 在近期有很多崛起直修可能打的这个特色是比较明显的 比如说海鲜 比如说美牛或欧牛 甚至是有一些是主打所谓的国际知名的冰淇淋啊 或者是一些table service 这些特色都有助于这些餐厅在未来的部分能够这个站稳脚步 工套菜色还不够 自住餐厅拼特色 韩式爱美探索厨房重金引进国外米其林餐厅颅烤设备 军越旗下凯飞屋成本考量10月1号起 平日五晚餐多100元 涨幅超过6.7% 自住餐厅战场竞争激烈 要生存凭回头率成本都得雇 本来请问您这位亚厅台北报道